哈喽哈喽 大家好 今天我带你看一款最新最新的那个十字绣狂 是梅花鹿的团 应该喜欢绣花的 喜欢看团圈画的朋友应该也知道 鹿头啊 两只鹿啊 三只鹿啊 都是形成鹿花 因为鹿的意义很好 鹿它就是跟那个 蝴鹿受洗里面的那个鹿是同一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新款十字绣 梅花鹿的款式 为什么大家觉得奇怪 为什么会绣梅花鹿跟这个树枝 鹿它代表是 蝴鹿受洗里面的那个鹿 它是同一 这两年都比较流行鹿 梅花鹿 不管是十字绣呀 还有那个装饰画呀 都喜欢鹿 我们看一下上面这个 上面这一个 玄光化 玄光化 它也是鹿 梅花鹿 鹿它是一种吉祥的动物 也是代表吉祥 所以大家都比较喜欢鹿 所以大家都比较喜欢鹿 这一幅梅花鹿它是满格秀 满格秀 可能也就是下雪天雪景 好 好 静看一下 静看一下它这个手工怎么样 这个人绣得还可以 绣得蛮好的 框子表出来的话 就看不出什么缺点 都看不到了 十字绣前几年是流行风了 不管喜欢秀的还是不喜欢秀的 每个人 每个米秀朋友 都会买吉祥 大大小小都会买吉祥 有些秀完的 有些没有秀完的 没有秀完的朋友也接着秀吧 因为秀好之后 表好看 真音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